是香蕉跟木瓜 然後大家就開始 木瓜以後應該怎樣怎樣 然後木瓜完了 大家 那些農業縣的立委一看說 你看 馬政府現在要嫌疾了 所以他趕快 香蕉他趕快怎麼樣處理 然後木瓜又趕快處理 就有人提出來 這個人叫劉建國 他說 我們贏贏了大蒜 你政府都不負責 還有產量過剩 今年都慘了多少你知道 比去年都一萬一千噸 然後大家要趕快去處理 所以其實農業問題 如果照這個方式 是永遠炒不完的 對不對 明年搞不好是番茄 後年是甘蔗 你怎麼辦 你每年都在處理不一樣的農產品 弄到最後會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個農業問題還是回歸到 經濟理性的面向去處理 但是我們長期觀察台灣農業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做本質面的處理 就是有一個 就是政治力的介入 就以民進黨來講 我常常懷疑 他真的能夠代表台灣農民的階級屬性 民進黨常常記住說 以一個標準來看 你是否對農民觀法 你有沒有對中國開放 中國農產品進口 有沒有開放 有 誰開放的 民進黨開放 但是台灣需不需要開放 中國農產品進口 是有需要的 因為那是建立在一個 農業貿易的相對優勢 因為中國也會採購我們台灣 相對比他們產品有優勢的農產品 所以這個相對優勢 從來不把它當作經濟體力處理 從來就把它當作什麼 政治的相對壓迫 這是台灣人最大的政治悲哀 也希望民進黨或是國民黨 能夠在這議題上面 真的有一個共識 為農民增福力的共識 而不是在炒政治動員的那個概念 所以我們剛剛經過 那麼多來賓的分析 農業的問題 農民的問題 這麼多年來 只是好像變成是政治人物 互相攻擊的一個口水 到底誰真正的關心農民 等會等你來看很有趣的 一個吊詭的現象 最近香蕉這個價錢非常的便宜 所以馬英九政府被罵的 這個頭破血流 滿頭是包 可是對於芒果 今年的價格非常不錯 在野黨的人說 都是我們當年阿扁執政的功勞 這個農業的可以這樣子來算嗎 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帶你來個安心 馬東奴下鄉訪查 農民當面陳情懷疑 台北果菜市場 拍賣員與承銷商勾結 壓低瓜果價格 涉嫌剝削農民 這一聽馬東奴火了 夏令年半 北檢立刻分案調查 檢察官親自領軍 調查官 警方還有台北市政府人員 以群人浩浩蕩蕩進入 位在冰江街的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這是台北市最大的批發中心 拍賣價格全部列策 帶回調查 我們今天只是來查訪 這火菜市場 整個拍賣的過程跟流程 以及請他們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 跟馬總統陳情的木瓜農 說木瓜成本一公斤十元左右 跟批發中心的木瓜價格來比 檢方調閱資料當中顯示 14號當天抽樣來看 拍賣最高約每公斤24元 最低17元 最低價值跟成本差6元 還要扣除運費等開銷 回到農民手裡的錢 少之又少 另外家人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好處 我們也知道他們很辛苦 我們不會這樣做的 他們該賺的也是他們該得的 我們該做我們也要該做 要不然我們要做什麼生活 新聞有人撇清 但檢調調卷之後還會進行約談 如果真有承銷商跟拍賣員勾結 壓低底價 不排除會依法延辦 你看香蕉才講完了 那我剛剛講香蕉我們從那天有人擴映 然後其實他講一言兩言三言這種 香蕉是第三級的 不是我們一半吃的 常要來做回料 但是馬總統現在他又去看木瓜 要看木瓜要看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上面有個專欄 叫木瓜俠 馬總統是很認真 他真的跑去看 結果農民當場嗆了 馬仿木瓜岩 農夫嗆白作秀 這個當然是自由時報 叫作秀 然後講的是怎麼樣 就是剛剛我們新聞所報導的 就是你有那個陳肖的拍賣員 跟人家勾結 勾結講的其實是很難聽 但馬總統很震怒 怎麼可以這樣 這什麼年代的 然後大家剛剛看了 檢察官官員怎麼樣 其實最新的 最新的在這裡 農委會 我不是說替他講話 我說 因為他今天他就請 你們講我們拍賣的那些人有問題 他就找台北農產印譯交公司的 第一拍賣市場主任 陸前利 這個人有名有姓 然後水口組的謝組長 還有拍賣員 還有農糧署藍機分署主任陳念慈 然後建榮合作社人員 去訪問跟馬航九嗆的那個人 那個木瓜龍叫林長義 那林長義今天講 他說 二十年前我曾經送木瓜到過第一拍賣市場購 二十年前 輝文你 你退伍了沒 還沒有 然後近二十年來我沒有再去送購 他講的是二十年前 他說二十年前他送購 然後此後他也沒有到過拍賣市場 參觀過拍賣情形 那他現在的木瓜供應新竹新店板橋跟三重 根本沒有供應台北 好 然後第二個他指出這個事件是因為他得知馬總統要來訪 他在三重的那個水口的商人就請他向馬總統反映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怎麼樣呢 就是他跟馬總統講的是講什麼 講說台北拍賣市場的那個寒假都喊到二十塊 然後就不拍賣了 然後就把這個拍賣的動作停掉 在私下跟買後人聯絡 叫對方十五元來載走 剛剛那新聞沒有講這麼清楚 他講的構成就這樣 我喊到二十然後我停掉 然後我私下十五元你來載走 就說勾結 意思就勾結 然後林長毅今天講 他說事後他還在詢問告訴他的三重那個水口商 對方表示他也是聽人家講的 這個事件你是不是說是烏龍嗎 可是媒體做這麼大 你有時候說馬總統下去被嗆 嗆作秀 可是他的經過我是還年把它陳述而已 我說他有一個這樣的構成 可是這樣的話 你如果說沒有這麼前面具體的話 那可能變成是一個傷害了 我再講一下說 如果說真的是這樣子 那檢察官去動他幹嘛 那檢察官在總統證入以後 趕快去查啦 所以如果沒有真正的 中間有些價格不合理 檢察官去查幹嘛 檢察官去查的時候 我還是講喔 我真的是覺得說 兩黨誠心一點 濃為國本 大家放下這些政治口水和攻擊或邀功 2007年11月6號 那時候也說有存機 誰出動的 全台灣十三路 特徵組類 大家還記得 四年了沒有下文 現在如果是這回事 農委會講的是一套 那這樣一套 那檢察官去查什麼 當然有一些 有沒有像是農業問題 政治辦案的味道 反正選舉技術 所以我就覺得 今天最悲哀的問題就是說 大家能不能 就像馬總統講的 通盤檢討 然後是不是 那個果農講的 還是水果商講的 台灣的農民獲利合不合理 需要一定是哪個人 來做一個被告原告嗎 國家願不願意 對我們的農民 真正誠誠懇懇的一次 拋開政治 好好的去想清楚 他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四年前有特徵組 現在有檢察官都在作秀 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 真的到了選舉季節 農民長久以來的問題 是不是才被一些政治人物所看到 但是看到不代表真正解決 它可能是一個彼此打擊對象的工具 跟話題而已 我們引用了自由時報的報導 它下了一個標題 就是不信任政府 農民砍礁不中了 就是說這個果農院朝野 這個在鬥陣影響了外銷的交革 但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就要給大家看這篇報導 就是馬英九現在大戰 芒果的行情真好 而這個民進黨說 這是我們當年執政的成果 我們引用的是民進黨發言人 陳其邁 他說馬英九探訪 芒果採銷的案例 這是民進黨執政時期 跟農民一起努力所開拓 芒果外交市長的成果 這樣子也能夠簽 我還是很佩服 就是提醒我們說 原來台灣現在芒果這麼棒 都是民進黨的功勞 這樣的話 如果香蕉最近賣得不好 也是民進黨 那時候遺留下來 應該這樣算 剛剛前面 學仁兄提到 兩場的這個東西 大家分清楚 不要和在一起 和在一起就灰掉了 我先講昨天那一場 就是那天馬總統到宜蘭 舉白布條叫陳五雄下台 就那一批人 這個案子 農委會已經撐起來了 所以剛剛民意講說 那個農地怎麼可以這樣子 蓋什麼豪宅 蓋狗農什麼的 農委會撐了 為什麼 因為選舉快到了 今天就撐起來 這個我也不知道農委會在幹什麼 第二個 馬總統已經連續跑四突了 第一天去屏東再去宜蘭 昨天去台南 今天去高雄跑到四突 我是給他肯定 總比去頒獎監才好 去那邊聽聽農民的心聲好 董哥 我們前面看的那一隻 那個有幹部 可能是花農的 農會的一些幹部什麼的 在那邊歌功頌德 可是普遍立刻就有人開炮 所以馬總統應該去聽那個人的聲音 為什麼 因為古時候 為什麼要講為福出巡 因為古時候沒有電視 大家都不曉得 皇帝長什麼樣子 皇帝長穿著普通的衣服 就跑來跑去 你看 講說 我們很感謝農委會 很感謝農糧署 這種幹部講的 我們聽 可是一般那種基層農民的 我覺得也應該要聽 那我最後要回應董哥 剛剛講的那個新聞 剛剛董哥你是做個新聞的陳述 好 那現在的意思是 想說媽建護剛剛農委會 要跟所有的鄉親說 我們都查過了 沒有果蟲 沒有菜蟲 我們看到蔡新華 那個北檢那個主任去查 全台灣只有一個果菜市場 全台灣只有一個果菜市場嗎 那為什麼只有北檢怎樣去查呢 其他果菜市場都沒有 應該是通令全國一起來處理 當然 就是應該是同步去 你現在講的意思說 沒有果蟲也沒有菜蟲 那以後如果遇到什麼颱風 或是什麼大的節慶 什麼水果蔬菜漲價的話 大家都不要挨 因為你們說沒有果蟲 也沒有菜蟲 我認為是有 只是抓不到而已 我才不相信北檢這樣子 這樣走進去果菜市場 然後菜蟲說就是我 不要說了 這是查不出來的 不 他是因為林曹一陳述 他去台北第一拍賣市場 他那時候是陳述這樣 那當然去查這個 就是說所有的那個 他當然做的是一個 一個就照你的陳述去查訪 當然 你說其他地方有沒有查訪 我也認為應該會有 怎麼會沒有 那這個當然是要查出來 但是我是 我剛剛做了這樣一個陳述 其實在說明說 有些新聞 你做這麼大 然後有人就嗆說 別作秀或怎麼樣 那如果 我講藍聽一點 講了半天 是不是林曹一先生在作秀 因為他 他用一些傳聞的那個 來嗆馬昂九 如果就那 當然我也不要這樣講他 農民很純樸 但是你嗆了半天 現在人家查出來說 你也是到處聽人家講 你也不是自己真正碰到 你20年已經沒有去 去那個拍賣場了 你怎麼好意思跟馬總統講 好像我是一個弱勢農民 我講的絕對對 我是說這樣 用這樣來對照 我們也不要說 因為他是馬總統 他講的一定錯 我們跟前輩挑戰 他是農民很弱勢 他講的一定對 也不要 四位沒有 和階級其實是沒有關係 我要陳述這樣 董哥 讓我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接續的賀文所講的 我實際上做節目的時候 我去訪問過很多有機農民 和一般的農民 其實他們說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真的農民很純樸 所以你現在會看到 如果有滯銷的農產品 你回去查新聞 多半是因為前一年的時候 它的價格很好 然後所以很多農民就想說 他們很純樸嘛 就想說資訊不流通 就跟今天的相關新聞一樣 他說資訊不流通 所以大家都想說 今天價格很好 於是我們大家就種 種了之後 到了第二年就會產生 滯銷的問題 幾乎每一年都是這樣 周圍復始的循環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講 農委會為什麼一直 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這資訊為什麼不夠流通 我想其實我還是要再講一下 我不要說7月15號 現在大家一直談農業的問題 兩黨都談 究竟是因為大家如此關切農民 忽然同時間都開始談 還是因為這三天 農民要上海道 要示威 我們講明一點 我們給你更多的時間 大家記住 8月17號 也就是整整一個月之後 你再看兩黨的政治議題 有沒有人在談水果 有沒有人在談農民 有沒有人在談香蕉 如果還有他們就是真的很關切農民 那如果沒有 這是選舉議題 我覺得最後我要講一句話 請大家不要因為選舉而吃香蕉 要讓人民因為好吃而吃香蕉 董哥我兩句話 因為有一個觀眾朋友抗議 剛剛這個創下 聽到說 不是不是 他說有走路工 走路工 那個沒辦法求證 對 董哥我們要講清楚說 榮獲有部分的人 他就是職業的 人都叫他下去 但有沒有 真的是這些造船 真的艱苦的自己起來 絕對有 我們要講清楚 不是說農民都人董完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要檢視 不管是這個在野或是在炒 我們要看的就是農業的問題 或是農民朋友的辛苦 是像衛生紙 用完就丟嗎 還是長期的真的會被關心 這件事情是絕對被給你